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丁其实不排除要跟泽伦斯基见面的 而这会不会是停战的关键呢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乌克兰的宣传战 我们真的也是要把它讨论的 公事真的是蛮伶俐的 等一下要给大家看一些画面 乌克兰预防贪腐局的局长 写信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要谢谢俄罗斯持续不断的贪腐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公布的画面是 俄罗斯前线的士兵 他们穿的防弹衣 里面居然是纸板做的 这怎么可以保护他们呢 这俄罗斯的妈妈看到了 他们的儿子上战场 居然是没有防护力 能不心痛吗 还有他们的装甲车 居然他们装甲车的这个保护装置 这一回不是纸板做的 这一回是装弹壳的那个纸盘做的 有这么离谱这么夸张吗 不论如何 要是这个在前线沙底的俄罗斯官 士兵官看到这样的画面 真的这个整个心战 整个都会松懈松懈的 还有乌军也不断的传出结霸 究竟有哪几位俄国的高阶将领 不只是被狙杀 有的是死在战场上 有的是直接被狙杀 同时在前天也传出一个消息 全世界最知名的加拿大神枪手 已经低调的进入了乌克兰 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狙击任务呢 我们等一下都有完成的讨论 先来介绍以后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民进党的 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政治学教授范思平老师 慧明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的是国防院的 国家安全所所长 沈明市所长 阿弥雅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资讯媒体 王创夏 乌克兰加油 再介绍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 慧明好大家好 还有介绍的是时事评论员 欢迎宗老师 欢迎接 大家好 好新闻开始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最新战事的VCR 一起来看看 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被炮击炸出 团团黑烟 乌克兰首都吉普附近的附落瓦利 俄军坦克车队集结 却沦为巨大标靶被坐定瞄准 乌军声称指挥官也遭到击毙 二军战车纵队面对乌军狂轰猛炸 被逼到急忙转头撤退 仓皇逃离的窘境连专家都摇头 表示俄方展现了非常糟糕的战术 陷入容易受到攻击的劣势 俄战争打了半个月 俄军虽然迟迟无法拿下基辅 但却持续缓慢地往首都推进包围 美国国防部高层表示 俄军已朝基辅推进5公里 最近的部队距离市中心也只剩下15公里 恐怕随时都会全力晋级发动围城之战 眼前的基辅保卫战情势更加严峻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 他下令政府制定一项特别国家计划 受到俄罗斯入侵影响的每一座乌克兰城市 始言必定会在遭到破坏后 全力重建 好 那我们要持续的为乌克兰来祈福 这个台湾人民真的是很有爱心 这个现在是出钱出力 要协助乌克兰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战术的分析部分 有人说俄罗斯方面的战车 战术非常的糟糕 被当成把子打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上礼拜我们就说了 他这个坦克车集结的画面 究竟是要围城 还是说让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果不其然这个礼拜 无人机就赶展开了轰炸行动 但是也因为这个长达64公里的这个坦克车队 现在开始分散重新布点了 布点的最新状况 我们要请所长来告诉我们 请说 一场战争关键的作战的地点 我们会称呼它叫决胜点 从这几天的兵力调动来看 其实俄罗斯军队主要是开进基辅的附近 准备要对基辅完成战略包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地图 北面当然是白俄罗斯 左边这个红色图形比较大的 就是目前俄罗斯占领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在右边 有好几个红色的俄罗斯占领的位置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从白俄罗斯进去之后 到契尔尼克夫这个城市 他没有进去这个城市 也没有占领 他绕过了这个城市 目前到这个地点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叫库诺托普 这个城市他也不敢进去 然后目前部队在尼兹因附近 还有一个部队 就是其实刚刚影片看到 就沿着H7号公路 要到基辅的东边 有个小城市叫布瓦利 那个团或者是那个连被歼灭的战车 就在这条路上 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目前 是希望多重的包围 山路从H7以及这条马路 到基辅的东边 形成双面的核围 但是在西边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战领的图形 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在霍士托梅尔那个地方 他其实大概已经围攻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 到现在都还没有攻陷下来 所以他只好转移兵力 到基辅的左下方 那现在在布卓瓦那个地方 其实也在基站当中 那在H7号公路 这个战车被围歼的画面 这个俄罗斯军队战车 准备往基辅行进的路上 然后到一个城镇之后 他其实停在那里 停在那里 你看到这十几二十部战车 停在这个城镇附近 马上就引来 这个乌克兰的炮兵的攻击 而且他非常厉害 就是先打这个战车部队的头跟尾 然后战车损害之后 那几个战车 其实是没办法撤退的 然后遇到这个炮兵攻击之后 你可以看到战车 很快的向后转 然后要离开这个城市 这个画面出现之后 全世界也蛮震惊的 想说俄罗斯的坦克部队 怎么变成活标靶 被人家攻击 那就有专家说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战术 怎么回事 这个战车被攻击的地方 大概是在罗沙尼夫 跟霍里霍夫的这条道路上面 那从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到基辅 其实会经过好几个卫星城市 或者是小城市 罗沙尼夫 霍里霍夫 克拉西里佛卡 跟布瓦利 尤其是布瓦利 那个地方有个机场 而且有很多主要的道路 可以直接进入基辅市区 所以这个军队 他其实是很想急着 赶快到基辅周边的附近 但是在这条公路上面 因为旁边都是农田 所以他的战车 没办法进入田地 他必须要沿着这个马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战车在前进的时候 他当然要依照他的地形 要配合不同的这个兵种 譬如说如果碰到复杂的地形 我要先搞清楚前面的城镇 或者是丛林里面有没有敌军 这个时候我会用步战协同的方式 步兵走在前面 然后战车在后面 如果比较没有敌情的固力的话 他战车会在前面 然后向前横冲直撞 但是从刚刚电影来看 为什么西方的专家说 他是战术错误呢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在作战的景况 但是他就好像是阅兵或行军一样 就是战车一路纵队就往前走 那他也只能一路往前走 因为旁边的田野 他其实没办法 就是横向的越野的作战 他从上面的道路进来之后 就到这个城镇 因为他把这个城镇里面 会有民兵或者是乌克兰的军队 对他用标枪飞弹 或者英国的NLAW飞弹攻击他 所以他先停在这里 等障碍扫除以后 他再往前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乌克兰包兵早就标定了 那至于怎么样获得目标请标 当然很多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低轨道人在卫星 第二个可能是无人机 然后马上这个讯息给包兵部队之后 就先攻击战车部队的头跟尾 这个是被攻击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战车 他觉得他大概没有办法能力向前 所以开始往后退 但是一般作战不会是这样子 就是你战车遇到攻击之后 你会暂时的疏散 然后你要开始用联合作战的方式 呼叫后方的飞机 或者是武装直升机 帮你扫除障碍 一般不会说整个连开始往后撤 你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这作战的意志 并不是很坚强 先逃为主或者先逃为快 或者是配合这个新闻 他的连长或者他营长 他的团长阵亡了 那没有指挥中枢 只有没有人指挥 所以一团混乱之下 大家只好往后撤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这张主要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刚刚讲的H7号的道路 你可以看到这个道路两侧都是田 那都是田的都是泥泞 所以他战车也不敢用越野的方式 然后横队往前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旁边有一条河 那个河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走河的对岸 你需要桥梁 所以目前这个俄罗斯是非常 战车行星当中 他其实遇到很多的困难 除了泥泞地之外 他怎么样绕越这个城镇 或者是他怎么样摧毁在城镇里面 潜在抵抗的 不管是民兵或者正规军 他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火力 或者是炮兵来摧毁这个城市 让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到达基辅城 因为未来基辅的决战是个关键 但是他的上方或者是东边的部队 还没有集结到基辅的时候 这个决战恐怕短期还不会展开 好 所长您刚刚讲到一个关键 您刚刚讲到说 这个坦克社往前走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安排后援部队支援部队 就好像我们看很多警匪枪战片 我这边要打的时候 我旁边就有一个人帮我cover 他们的战车完全没有这个考虑 他们就光棍战车往前走 后面没有人支援 也没有呼叫任何的战斗直升机 来帮助他们清除前面的障碍 怎么会有人 这样不是很低级的错误吗 对 但是我刚才讲 这样的错误 当然是因为他的战车没办法展开 按理来讲 第一个是这个连的战车 我一个牌前进停止之后 另外一个牌掩护我在往前 就是交他前进的方式 第二个我战车部队没办法前进 我由其他的兵种或其他的直升机 或者是飞机帮我摧毁以后 我再往前进 但是这个连他全部位置在 比较空旷的道路上面 然后再加上乌克兰军队 很快掌握到这个目标情报之后 当然他的炮兵或其他火力 就会想要摧毁 那摧毁结果如果里面 有一些高阶的指挥官 那就会在这场战役里面 被击杀阵亡 好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最新战事 另外紧接着来看是不是天佑乌克兰 因为严峻的考验即将来临 是不是连天后也在帮乌克兰的忙 现在其实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普丁曾经有一次有一张照片 他后来普丁自己都出来讲说 那个是人家做的 但他也蛮喜欢这样照片 就是骑熊 骑在熊上面 所以现在人家会发现 骑熊南下比骑虎南下还更麻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普丁骑熊南下 他现在局面是这个情况是什么 第一个他现在不得不往基辅进攻 那基辅不得不往基辅进攻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必须拿下一个城市 不然的话他这一次出兵就非常难看 所以他必须去合围基辅 而且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战争的情况下 因为两天没打下来 他现在在全世界已经丢脸丢死了 然后再过来可是要合围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那些坦克车零下二十度 又是那个体感温度 现在大寒流就在上面 会下大雪 然后那些人阿兵哥在那边陷着不动的话 坦克车不加温 不发动 冻死叫做冷冻铁棺材 所以他的军队也必须要前进 但是另外一个状况是 如果他现在撤兵的话 他完蛋了 他回到莫斯科 恐怕人头不保 你搞成这个样子 以他们那种独裁专政国家 而且他马上要公投 公投要投票 让他严任任期 现在他就不可能了 因为整个俄罗斯不会同意他 严任任期 所以他非常危险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是普丁现在打了一个算盘 也是美国就看到了 大概24到96小时之内 一定要去包围基辅 可是一定要包围基辅的话 问题是 过去这15天 普丁完全算错了 整个乌克兰 以空间换取时间 以时间换取空间 正规军 我们一直在看到正规军在哪里 已经集结起来了 已经准备好了 基辅大决战 普丁这个时候很难打得进去 因为现在看起来 乌克兰的正规军有25万 那现在有10万在乌东 那其他看起来 也是接近十几万 已经进到了基辅 那要为一个城 十则为一 数五则为一 所以你在普丁 你就20万的大军 你怎么可能 而且普丁现在更出了一个麻烦 是什么 在这么冷的状况之下 他的大军无法合围 他的大军无法合围是 现在有两个关键城市 一个是马力波 在马力波我们看这地图里面 他的整个东南和南边的部队 因为中间那马力波 你拿不下来 所以你的军队就被牵制了 你的军队不可能会师 会师从聂伯和直接围去 围基辅 你没有能力 另外一个 整个他从东北那边要突进 所以你看从那个苏美那边 开始往前进 可是开始往前进的时候 问题是昨天 哈科夫又被乌军给抢回来部分 而且抢到的部分是什么 把俄军打到退回俄罗斯 重新整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两路的军队也没办法会师 因为你中间有一个 那个鸡脚被砍住了 所以你这只要前进的话 你后面就会被偷袭 所以普丁现在的20万大军 没办法集结 所以碰到基辅 所以你会看到说 现在的整个态势里面 状况完全不一样 普丁开始讲说 外交部长说愿意要谈 愿意是他要跟泽伦斯基见面 最早的时候是泽伦斯基打电话去 他都不接 现在他愿意要谈 然后另外一个泽伦斯基 出来另外一个态势 你就看到那种自信 那种自信是什么 呼吁欧洲各国和美国 我们来讨论乌克兰的重建计划 要恢复在战前 但为什么能够重建 就是把俄军都赶走了 所以已经做这样一个喊话 也代表着乌克兰的士气更高 那回来了 刚讲说为什么他们战争 打成这个样子 关键在于说 整个俄罗斯的军队 以为说他们刚开始 不是他们宣布打了 两千多个目标吗 然后点缺战法吗 让整个乌克兰的军队 都像陷入无礼物中 全部都断延了 结果没想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 俄罗斯的军队 其实站在无礼物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通联的人力 他们都没有联合作战的人力 所以前面的时候 刚刚所长讲的 什么呼应通勤 3月8号 我是最近最喜欢讲 这3月8号 美国有一个 是由军工产业 国安还有国防部 成立的一个 最后是叫做 专业的军事网站 叫Defense One 里面出来一个 五角大厦说 整个俄罗斯 进到乌克兰以后 他们的通讯 自己都全乱了 当然是美国 一定在附近飞 美国没有进去干扰了 所以突然发现是 原来乌克兰那种 已经网格化 去中心化的网路 流量大增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 自己都无从通联 所以只好拿俄罗斯 他们缴获的信卡 或什么去通 结果美国看到流量大增 是俄罗斯自己 完全没有通联能力 没有一个保密能力 流量大增 美国都知道 五角大厦讲的 那里面讲的资讯 美国是不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他的军队怎么前进 军队怎么包含 军队有没有球员 美国都知道 那美国知道 里面的两万资源军 知不知道 里面的乌克兰正规军 知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是被挨着打 而且他们一个错误是什么 他们其实解放军 我相信习近平最近头 一定摸得痛 你现在看到俄罗斯这一套 完全没有美军的实力 完全没有美军的科技 可是这可能会更坚定 习近平走属于中国 我自己专有的internet 可是他这个时候 他要去重建这一套 攻台梧桐想定 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时间 那这个时间 而且最重要是 乌克兰的基础科学 基础研究 是比中国强多了 所以乌克兰可能还有办法 不是 俄罗斯 中国是三十年 全部都是偷的 全部都是仿的 所有的科技 他绝对不可能超越 好 我们从乌克兰当中 可以看到台湾很多的启示 那么台湾能够再加强 再加强 而且尽量降低 这个面对战争的人力 骚亡的时候 真的就是科技 跟军武 其中无人机 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李宗 这一次 其实刚刚大家一开始 看到那个影片 整台坦克车部队 然后不是被炸吗 其实那个 那个最近传出来 就是原来是 原来是那个 乌克兰所使用 之前跟土耳其 买的所谓的TV2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 在最近 在很多的推特的 那个影片里面 大量的展示 是他的战国 其中有一段 我先给各位看 这个这个TV2无人机 长这样 这架这么大架 他说他这一枝 长度是六 六点五公尺 驿展可以到十二公尺 然后最大的起飞重量 有六百五十公斤 他可以攜带 最多可以攜带到 一百五十公斤的炸掉 这枝外里 你不知道 最后 第一个影片 就是有一个影片 是说 他就是 他远远的 因为他上面有监视器 所以还有四处 那个引带 在推特上 乌克兰军队 现在就是透过 他们如果有战果的话 他们就用推特 现在等于是网络战的时代 就看到有一枝 有一架那个俄罗斯的 那个防空飞弹车 一直在土甲 他整个被监控 他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锁了很久以后 那个无人机发射飞弹 棒 把他打下来 他另外有一支影片 是 也是无人机的战果 就是说 他对上了 他远远的就锁定那个乌克兰 就是那个乌克兰的 那个机械化步兵旅 远远的用无人机 就锁定了 一架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装甲车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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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很久以后 他等于就是你知道 通常我们瞄准都是快瞄快打 他不是 他就在那边等半天 就像影片这样 等半天然后蹦 等半天在那边蹦 然后这里还不是最夸张的 另外还有一支影片 我觉得最扯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因为最近不是 俄罗斯不是攻进马力波吗 有一个俄罗斯的马力波的士兵 他在顶楼 在那个 因为他们是城镇站 俄罗斯的士兵趴在顶楼 在那边做好了伪装 在那边瞄地下的时候 其实背后你知道 这个叫什么 黄雀什么 塞后 螳螂捕塞黄雀 你看这个影片 无人机在从头到尾 在看着这个阿兵哥 你在干什么鬼 他在那边搞伪装 他在那边狙鬼狙拐的时候 那无人机从头看到尾 真的耶 真的新科技改变了 他自己这个阿兵哥都不知道 人家在看他 他整个都不知道 他在那边伪装 你把帖子扣起来 你也拜托 然后还慢慢的 你看鬼鬼随随随的 躲进那个洞穴里面 你已经被看光 那今天是那个无人机 他如果按一个飞弹 就就把你打下来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知道 后来乌克兰的那个大使 就大战就是说 哇这架土耳其的机枣TP2 有够战有够好用 那你知道这个 其实这个也有个故事 他其实在2019年 就跟那个土耳其 买了六十几架 那当时买了以后 他其实还没有经过实战 他第一次的实战 其实在去年 在去年的十月 那为什么去年十月呢 因为他当时用这个无人机 你的首次在乌冬 因为乌冬现在 当然是那个顿巴斯地区 他们宣布独立 可是他在从乌克兰的角度 那可能是叛军 所以他们用这个无人机 对抗那个叛军 然后在去年十月 有第一次成效 结果这个打下来以后很准 结果你知道 去年十二月 普丁很不爽 据说普丁打电话 给那个土耳其的总统 他说你卖这个武器给乌克兰 你本身就是一种破坏行为 是挑衅 但乌克兰 那个土耳其说 没有这就是很单纯的商业交易 反观伯伯无人机 你说俄罗斯没有吗 有啊 人也有啊 来看俄罗斯的无人机长怎么样 这是一个也是放出来的影片 乌克兰的阿兵哥在地上捡到 俄罗斯的无人机 然后他是一个盒子 他把那个盒子打开了以后 还拆解那个 那个俄罗斯 就在影片里面 阿兵哥在那边拆解 俄罗斯的无人机 他里面有镜头 所以你看两箱对照 伯伯是无人机 人家的无人机是 跟那个海上杀手一样 可以锁地然后就 然后你俄罗斯的无人机 是在地上被人家捡到 所以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当然一开始大家觉得说 俄罗斯人多事状 坦克又强大 可是最后的最后 其实这种小而美的 这种高科技武器 可能才是至少 让乌克兰在这个时候 可以撑到现在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乌克兰真的是 宣传站蛮厉害的 来看看连国家预防 贪腐局的局长 也写信了 这个是文公 写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说谢谢你确保了 俄军的高度腐败 怎么个高度腐败法 就这几张画面 您看人会触目惊心 相信很多俄罗斯妈妈 也非常的心痛 她没有想到说 她的国家居然 不仅把她的孩子 送到战场去送生命 连最基本的防卫措施 都没有准备好 这个画面您看到 这是什么 俄罗斯的坦克T72和T80的保护装置 是用弹盘做成的 这下鸡两个啦 观众朋友 用作为做他们的保护装饰 这个打开一看发现 这居然是弹盘 再来防弹背心 保护人生命关键最重要的时刻 打开里面一看什么 里面是纸板 用纸板做的 不是装甲板 还有呢 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使用ZIL-130 来运送他的士兵 然后呢 他们就特别谢谢他们开这辆车 第一个亮蓝色 非常容易这个瞄准 第二个士兵 没有遮蔽物 即使没有经验的人 没有经验的人 也可以轻易打到他们 居然是这样子 在这个上第一线的 范老师 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一点都不离谱 这种威权国家最贪腐的地方 就是在军队 中国也是一样 是 所以我们学到了 是乌克兰的预防贪腐局 他就管到 俄罗斯 他掌握了俄罗斯的这些军 谢谢他们 所以我们的廉政 省属也很麻烦 我们廉政 我们以后 我们以后 也可以协封信给习近平 你的军中 里面有哪些贪腐的情况 所以这次俄罗斯的情况 就是如此 防弹被吸引 里面竟然是纸片 那个不要说 纸弹 那个连刀子都可以穿透 所以就变成说 完全是拿基层四官兵 来当生命当儿戏 那你更不要讲 里面其他的装备了 所以我可以看出来 就是俄罗斯 因为他也缺乏监督机制 普丁现在是皇帝 谁敢监督皇帝下面的御林军 所以说到了战场上 才发觉原来东西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但那也是一样 没有监督 没有制衡 就会有贪腐出现 那我觉得今天 刚刚讲过一个很 刚刚讲过这个俄罗斯 整整个整列的装甲车被打 这完全是什么 低级错误吗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布炮装是一体的 布兵炮兵装甲兵 要一起协同作战 怎么就只有一个装甲车那边走 你彻翼完全没有人做掩护 那就是变靶子 活靶子 第二个 你俄罗斯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监控设备 你没有 你没有战斗直升机在上面掩护吗 你没有掩护 你靠 因为我们知道装甲车 他最侧面的板机 那个装甲是最薄弱的地方 我打要打穿容易 所以这个情况就变成说他完全没有掩护 而且你完全没有情报 你完全被乌克兰军队掌握 那为什么 你不是有人造卫星吗 那卫星他拍不到吗 你没有空中的侦察机拍不到吗 还有你是不是 那你的直升机 为什么你没有战斗直升机在那边掩护 可能他也怕 我飞上去之后 可能就被乌克兰的赤装飞弹给打下来 更丢脸 那就不要飞 或者你 所长一直点头 他怕损失战力 对啊 更丢脸 然后你看 他怎么不派无人机 他不是活生生 把自己的战车当活把 对那怎么不派无人机 那可能怕被那个什么 双黄瓜给打下来 或者是被番茄罐头打下来 是不是这样 我不晓得 就很莫名其妙 他们的卫星 已经被美国的网络 作战生命部瘫痪掉了 他们的网络也被瘫痪掉了 他们现在就变成是 伞兵游泳 他们差不多瞎了一半了 对 而且你看到出来就是说 乌克兰栽有什么优势 地利之势 因为这个环境我很熟悉 在我们家 在我们家 你要去我们家 你要去哪个路 扣怎么样 我都很清楚 可是俄罗斯的部队 他没有地利优势 他到底是个陌生的环境 所以我不需要讲 不要以为打这个到 攻击四如破竹 你到这个地方环境不少 你总不能在google一下 下一条路怎么走 google也没办法用了 我现在没有google 可能没有办法出门 你在那个地方荒山岩林 那条路怎么走都不知道 路标也是错的 路标是错的 被那个民兵给他改 对 路标都改了 都把他改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陷入到一个 所以俄罗斯会吃鸡 综合刚刚的整个分析 其实普丁真的是误判情势错到离谱 他现在恐怕连这个卫星连线的通讯系统 也是被瘫痪的 他把他的前线的士兵 放在最危险的风火线上 他们的防单居居然是纸板做的 还有很多的状况 所以这个普丁现在发现自己 奇雄难下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分析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所有的专家几乎都预判 现在俄罗斯是兵分多路 目标是最后的关键的基辅决战 时间会拖到什么时候 每一天都有不同性的变化 但是普丁显然是相当的震怒 有乌克兰的官员说 已经吵了八个将军了 他对联邦安全局也很气 因为这个情报单位给他说 乌克兰不堪一击 充满了新纳粹分子 一开战就会投降 想说这么好康 能够的蚌子 能放过去 那么另一方面到底现在 乌克兰的强力反攻之下 现在的死伤状况究竟是怎么样 乌克兰的说法说 殲灭了一万两千名俄军 美国官员的说法是说 大概五千个到六千人 或者接近三千五百人 不论如何 这对现在新型的战争来说 死伤人数其实都是非常惨重的 俄罗斯愿意承认的是498个人 现在战争是进入了第16天 好来看看 这个俄国很多高阶将领 现在这个不是被拘杀了 不然就是战死这个战场 所以这个重挫普丁的士气 2月27屠杀耶夫是战争之王 车臣的第二号人物 而且他们整组车臣的一万名 这个主力部队 现在还不见人影 好像就是已经看来是被歼灭了 3月3号第一位高级将领死亡 3月5号有佐家 他是这个也是在乌东阵亡 接下来第二位高级将领 格拉西莫夫 他的正统的这个红军 家是非常好的 他爸爸就是总参谋长 对你看 然后他现在是41陆军团的参谋长 也葬死在这个现场了 今天传出最新的嘛 刚讲到这个摩托化步兵师 指挥官走了 现场几乎是无人生还的 好陆陆续续 这也使得普丁换了八位将军 会不会改变战事的这个做法 我们来看VCR 国陈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 其实从这次的战争 就可以发现到说 不管是中国或俄罗斯 觉得说什么独裁专制的制度 多么的胜过民主 现在都吃到肌啊 吵了八个将军会改变局势吗 其实独裁专制要赢民主 这本来就是笑话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普丁吵了八个将军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将军被吵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军事作战 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之后怎么样不晓得 但是普丁为了立威 也为了确保说他的权势不受影响 因此接下来还会吵更多的将军 因为你能吵将军就代表 你还是大权在握吧 这个没有因为军事的失败 影响你的权力 这个对独裁者来讲 特别重要 所以习近平 这个十几年来 把七大战区改为 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 换了很多很多的将领 这个都是为了表现权威 不一定是真的为了军事作战的需要 就代表我这个有这个权力 那这个现在外传 他对现在他的高层 非常的不满 在攻打这个乌克兰之前 据说他身边只有三个人 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只有这样呢 第一 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定是什么 天威莫测 谁要是已经知道 皇上的这个心理的想法 这个是有危险的 有可能要杀头的 所以就是明明知道了 很多人也不敢讲出来 这样子会造成什么 就是这个领袖耳目封闭 你很多事情 人家不敢跟你讲 或者是都跟你讲好的 就像以前袁世凯 想要当皇帝 对不对 那当皇帝 其实他所有的将领都不赞成 包括他的大将段祺瑞 冯国章都不赞成 只有他身边最亲信的人赞成 怎么办呢 他们就专门印一种报纸 一种报纸 然后那个报纸都是支持 袁世凯称帝的 然后袁世凯每天看报纸 看到外面的舆论 不管读书人还是老百姓 都支持我称帝 结果有一天 他的二儿子呢 叫这个用人出去买烧饼 结果买烧饼的报纸 是外面真正的报纸 无意间被袁世凯看到一脚 怎么不一样 才发现原来有大内宣 大外宣 这跟外宣的分别 被蒙蔽了 但很明显的 第二个就是普丁也知道 打乌克兰这件事情 不管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理性决策 俄罗斯政府里面 一定不会有太多人赞成 反对的人一定居多数 因为美国经济制裁一定必然 然后俄罗斯军事的情况 老实说他下面的高级将领 也不可能一无所知 一定知道没有速胜的把握 可是不敢讲 普丁也怕泄密 因为他知道美国跟北约 其实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发展 密切的关注 甚至于说你克里姆林宫里面 俄罗斯的高层 有没有美国或者是北约的 情报人员 这有可能 如果说你让太多人 来讨论这个攻打的消息 那说不定就有机会泄密 不是这些人故意泄密 而是这个会议当中 可能一些消息就知道 像这个美国的情报 厉害到什么程度 早在六十年前 他们就已经把那个窃定器 做得很小 小到什么程度 可以装在苍蝇的脚上 然后哪个会议室在开会 就放那个苍蝇飞进去 奈米科技 对 然后苍蝇就先注射一种药剂 然后等到飞进去之后 苍蝇就会死掉 因为苍蝇一直拍翅膀 会干扰窃定器 然后苍蝇该死掉就掉下去 掉下去之后 不管他被扫到垃圾桶里 还是掉在地上 窃定器持续发挥 持续发挥功能 就可以把这个会议室里面 会议的机密广播出去 这个七十年前就有了 所以普丁当然想 我如果叫大家来 集思广义来好好讨论 要怎么进兵 就有可能泄密 所以最好知道的人越少 越不容易泄密 但是问题是知道的人很少 你就不容易得到更好的意见 就很容易被蒙蔽 所以这个常常 独裁国家会出大事 就是这样泄密的话 美国跟北约 就算不出兵 至少提供很多调兵遣将的情报 这个很重要 其实现在俄罗斯所有的军事 之所以不顺利 我个人研判 最大问题 都是因为情报的外泄 美国跟北约 我说我不出兵 可是我可以提供非常多的情报 侦查的手段 让乌克兰虽然居于劣势 但是对俄军的相关部署 这些兵力概况 遼如指掌 所以乌克兰兵虽然少 但是都可以出现在最关键的地方 都可以攻击到俄罗斯最脆弱的区域 然后闪过俄罗斯最强大的 这个部队的攻击的矛头 那这样俄罗斯当然就很吃亏 所以这一点 其实说实话 将来如果说万一真的习近平打台湾 在美军的来源之前 这个美国支援台湾情报 让我们充分知道说共军的一举一动 这个我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这个可以说是毋庸置疑 其实中国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任何的军事行动 情报先行 好 来 首长 这里面提到那个普丁炒了八个将军 我们知道说临战之前 你正宗换将其实是大忌 那换了以后呢 他会有个问题 是原来你当初发动这场战争的 整个作战计划有问题 你换了将军之后 你是不是整个作战计划 或者是战略战术的整个调整 还是惩罚性的 但是接任的人呢 要继续执行这样的战略战术 可能会有这两种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他的决战地点就在基辅 那兵力正在调动当中 但是俄罗斯有没有足够的兵力 或者是优势的兵力 包围基辅 而且很快的结束战争 如果他兵力不够 然后基辅变成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长期性的战争 其实对俄罗斯的这个军力损耗 是非常大的 他虽然会有震惑跟警告的效果 让这些将领不敢怠惰 或者是下面士官兵也不敢怠惰 但是他也同样发生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说 他有副军长或者军参谋长会阵亡 可能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要清零前线 要带动鼓舞士官兵的士气 但是也让他的被击杀的风险增加 所以这有八个将军被迫拔掉 真的是对士气又找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八个将军讲说干什么事 这里面上面的战略决定就错误了 大家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局长 叫做伯恩斯 他在那个国会作证 他说普丁以为他两天就可以拿下基辅 所以你是用两天是做你的规划 那我们只是执行者 你今天拿我们来开刀有什么用 那你当初那三个 那三个知道这件发动战争的人 他们要不要处分 他们才应该处分啊 因为太轻敌了嘛 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你去把这八个将军拔掉 甚至处分 我跟你讲 到最后真的会有将军为了自保 他可能就叛逃了 我不跟你玩啊 因为我被当你的气死鬼啊 那这为什么凭什么责任到我们下面来扛 可是他们叛逃全部的身家家属 就是要当台 其实是在为了甩锅 为什么要甩锅呢 因为其实刚刚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有意思讲嘛 一个俄罗斯的独立记者 写了一篇报道嘛 然后后来翻成英文嘛 里面有一段是最传神 就是普丁把他们召集之后 宣布说我要出兵乌克兰 当时他里面的行动词叫做 就算像是一个小学教室里面 老师突然宣布要临时考 大家手足无措 面面相驱 那是文章里面写的 我看到那段是最传神的 然后后面他去访问了 对外情报处的处长 结结巴巴 他用了字眼 梦到一个副总理 副总理呢 脸色尴尬 然后呢 问了莫斯科的市长 市长呢 满脸困惑 所以其实就是普丁做的决策 那做的决策就打成这个样子 全俄罗斯只有三个人知道 所以可是 所以普丁就不开始要甩锅 都是你们的错 我没有错 所以普丁现在是为了甩锅 那为什么要甩锅 其实日本有新闻是说 普丁早就逃出了莫斯科 他天天在讲说 你泽伦斯基不要逃 你放话说泽伦斯基逃 因为在你记得 二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不是说他在乌拉山那边开会吗 那乌拉山不是都逃了 跑到了吗 然后他的儿子 情妇已经到了瑞士了 然后太太和女儿已经到了阿尔泰共和国 其实现在最怕死的人叫做普丁 好很多人在看 这会不会是普丁末日 他掌控俄罗斯真的是太久了 这会不会是他的末日呢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他根本疑似中风等等很多的说法 最近关于普丁啊 中风啊 帕金森市政 以及李矮的那个传言啊 就是分多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因为你知道无事不生风 对境大家专家开始研究说 普丁走路的那个动作很怪 就是慢慢释出一些普丁 因为最近大家注意的时候 他走路的时候啊 他的右手呢是僵硬的 他左手自然摆动 可是你会发现他的右手是轟在那 那为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习近平一手也很僵硬啊 没有没有 因为他是所有的袋子里面 他看到他走路的时候 右手都是卡在那边 然后所以就有人说 他是不是中风 或者是得到帕金森之症 不过也有一种荷兰有专家说啊 他那个手啊 其实是所谓的叫做枪手步伐 就是说他因为他接受过 他当KGB的特务16年 所以也有可能是 他在长期训练的过程中 他们养成那种就是说 右手是不自然摆动 因为他可以放在口袋旁边 如果有什么危机的时候 右手可以直接开枪 所以这种说法很多 可是呢 其实你知道无事不生风 他这个是2020年的新闻 然后说在2021年 他还打算把他的那个位置 可能交给他的二女儿来接棒 所以其实他传言了这个新闻 而且这个学者之前还说 普丁啊 之前还就是他 是他先讲普丁得过帕金森之症 然后腹部还开刀 那除了这个以外 最新的消息 也有一个全军事的 那个情报官员说 普丁啊 应该是得到那个大肠癌 而且可能是晚期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讲 那他们的依据 然后另外他们讲出一件事 就是说 你看普丁的臉很痠 就是说 照理讲他 他那个脸啊 跟以前的那个影片来比的话 他的脸现在浮肿 那这个学者是说 是因为他 他大肠癌 所以他可能接受化疗 或者吃类固醇的药品 所以造成他的那个 这个脸浮肿 而且重点是他都没有笑容 大家如果仔细看 他们最近掉很多 他是肉毒打太多吧 不是不是 不是肉毒 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癌症 然后身体不舒服 所以就没在笑 然后所以这里有 为什么他说 大肠大肠 就是说 怕就是怕说 所以他们这里传出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 不甘冒大会 去攻击那个所谓的乌克兰 是不是有可能在他 所谓的生涯的晚期 要完成一个所谓的拼图 因为他们就说 乌克兰自古 是他俄罗斯的什么领土 这是这些话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他在 如果他真的是健康 真的出了什么高级的危机 就是比较严重的危机的话 他在所谓的生前 做这个最后的这一代 所以大家现在怕的就是说 万不应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真的硬干到底 所以现在大家反而 某种程度上要帮普丁欺负 拜託你不可以死 不然如果真的是 大肠大肠的时候 你知道他最后豁出去的时候 甚至连那个最可怕的核武 都出来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所有 这些专家学者最害怕的事情 好 商业的部分来看看制裁 有没有像现在俄罗斯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外资企业 直接又变得俄罗斯国有化 可能被国有的包括了苹果 包括了麦当劳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而且其中他们是计划 把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外国人 持股超过二十五%的企业 直接纳入外部管理 再不高兴就变他们俄罗斯的 我觉得这是相当有可能 因为以这个俄罗斯这样一个独裁国家 坦白说他不是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体制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国的这个商人 本来想要去赚钱 现在发现苗头不对了 赶快闪 那也因为这样造成俄罗斯 很多人的这个生活不便 我们看在台湾 我们很容易吃到一个麦当劳 麦当劳在台湾一个套餐一百多块 好吃的不得了 有这个薯条 有这个有这个汉堡 有这个什么都有 小朋友也最喜欢 可是发生战乱之后 这个不是只有乌克兰的人民 受到这个伤害 现在俄罗斯人民竟然要疯抢麦当劳汉堡 为什么 因为麦当劳汉堡说 你这个微邦不入 乱邦不均 算了你这个钱我不要赚 把关闭了八百五十家的这个麦当劳分店 整个俄罗斯的八百五十家麦当劳分店都关掉之后 他现在有人想说我爱吃麦当劳 结果就在他关店之前 去买了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麦当劳 这算一算光是这一排排面上就大概有五十个 那你跟别人讲里面 那很多人说那你买那么多麦当劳 麦当劳又新鲜线做的还好吃 现在在战乱 你现在里面有麦当劳即使过期的 坦白讲都很好吃 网路上卖一个麦当劳 一个汉堡 普通的麦当劳汉堡 标迫台币两千四百块 一杯我们随手可得的可乐 一杯要多少 折合台币要三百六十二元 你看我们这个包括内湖 这边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得来数 这个得来数 坦白讲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公尺 都觉得不得了 就是怎么那么长 在俄罗斯 他现在得来数要排八百公尺 太好了啦 八百公尺 那个塞车塞起来 那简直太离谱 好 那不要讲说这个吃的 民生要嘛就是食衣住行 就是吃的跟穿的很重要嘛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在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候 第一时间很多的外商要抵制 然后纷纷提出很多抵制动作 但是UNIQLO当时讲说 没有我们这个要尊重俄罗斯人 虽然这个在打仗 可是俄罗斯人 他们也有穿衣服的权利 他们说什么 当时说衣服是生活必需品 俄罗斯和我们一样 都有生存的权利 结果那是第一时间 后来发现整个全世界抵制之后 你知道发现怎么样吗 UNIQLO他觉得说不对 这个越卖越多赔越多 为什么 因为整个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卢布 他是完全贬值 UNIQLO宣布 所有的在俄罗斯境内的十五家分店 通通通通通通通都要关门 关门的结果 你看这个是UNIQLO 他们的这个店面 这个全部都是人潮 人潮 他这个为了暂停这个俄罗斯业务之后 排队的人聋可以绕两层楼 光是要结证要绕两层楼 你收卢布已经不值钱像币子了 你信用卡没办法兑现了 信用卡没办法兑现 所以成立其实整个冠冠就好了 整个俄罗斯坦白讲 现在虽然乌克兰这个在战乱之中 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 可是包括俄罗斯境内 几乎都已经变成民生凋敝 坦白说俄罗斯的这个人民的民生生活 受冲击实在是不会小于乌克兰 对全俄罗斯只有三个人知道要进攻乌克兰 结果付出代价是全俄罗斯的人民 广告这我们有更多的讨论 今天有一个消息指出呢 俄罗斯的军队 已经向基辅推进了四点八公里 甚至有人大胆预言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今天晚上 就要进行基辅决战有可能吗 刚刚几位专家分析说 应该没有办法那么快 俄罗斯没有办法 这个立刻在基辅达到何为之事 到底怎么回事 广告之我们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在这个第16天的战事当中 从第一天开始 其实乌克兰就不断的提醒大家 俄罗斯可能会锁定核电厂 甚至不排除核武攻击行动 从车诺比之后 乌克兰说 车诺比核电厂停电了 可能会引发辐射外泄的危机 俄罗斯说 没有没有已经恢复供电了 不论如何现在 哈尔科夫的物理科技研究院 被攻击了 这个地方也存放了 用于研究的辐射物质 所以乌克兰这些说法 都让整个欧洲高度关注 你看连美国都成立了 辐射值的监测管控措施 俄罗斯说 入侵乌克兰到底会不会引爆核战 俄国方面说 我不这么认为 但是有专家说 战术核武恐怕是其中一个选项 因为俄国的国防部已经宣布说 核三位一体打击兵力 要进入战斗的这个值班状态了 我觉得这分成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俄罗斯为什么要占领这些核电厂 那他是不是要破坏这个核电厂 造成核的外泄 然后用这个来当作武器呢 我想通常一个攻击其他国家的军队来讲 他不会这样做 只有你是防守国家 你是在迫不得已 所以你要用彰弹或者是用核 然后去嚇阻别人的进攻 那俄罗斯军队为什么要占领这些核电厂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掌控电力设施 那因为俄罗斯的军队他也需要电力 另外也用占领核电厂来威胁 破坏这核电厂来逼迫乌克兰的政府就范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其实俄罗斯这次出兵 他其实有一个理由 就是去军事化 或者叫去核武化 因为俄罗斯他也执意说 乌克兰当初在苏联解体之后 他其实所有的核弹头都已经给俄罗斯 但是他怀疑他还有常有核弹头 所以他到了这些核电厂 去看还有没有可以提炼这个核弹头的核废料 或者那个核子研究机构 他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存留 可以做核武的东西 那如果有的话 当然就可以给他一个很光明正大的理由 去攻击乌克兰 通常为了避免相互保证摧毁 他不会首先攻击别人 因为别的国家他也预防说 如果你用核武打击我 我要保留我的第二级能力 那如果你没有全部把我摧毁的话 我第二级能力也可以把你摧毁 所以基本上还是保持在核相互嚇阻的阶段 但是后来因为核武发展出 所谓的战术性核武 就是低当量的核武 他主要是用来军事作战 对主要跟明显的目标 来发动战术性核武的攻击 那他当然主要的目标是比较难攻下的核武设施 或者是像冷战时期 我们知道华沙公约组织 他有大规模的战车的部队 那北约国家或美国 他没办法反制这些大型战车部队 他就会发射战术性核武 据我的研判来讲 他不会首先用这些核武 或者战术性核武去攻击 因为如果造成那个城市 或那个据点的核辐射的外泄 他部队进去以后 也会同样受到感染 所以我预判现在应该还不会使用 除非他鉴于非常劣势 他必须要真的一个很明显的战果 所以基辅决战有没有可能用这个 基辅的决战 当然如果说他在基辅决战 伤亡人非常多 而且困在里面出不来 那他要打破这个僵局 可能会应用少数的战术性核武 但是他的 对 因为但是后遗症 还是我刚才讲的 他们会谨慎 对 你用了之后 那你部队要不要占领这个地方 你可以使用 这个城市被摧毁之后 你化为核肤色污染 然后你的军队都不要进去 但是首都 你的目的是占领首都 你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总统 这任世纪下台 他是非常有高象征性意义 但是如果你要战术性核武 然后那个地方变成废墟 甚至像车诺比这样的电厂 都不能进去 其实你在出兵的正义性 义性上面反而会受到质疑 就他蛮口人意道德的同时 他也说不下去了 对 好 我想请问一下创教 这个俄军其实当初 成立一个摩托化步兵连的时候 还被誉为是钢铁怪物 为什么在今天 就整个几乎全力被见面 其实这里面就我们前面讲过说 他们当时为什么2017年 行的钢铁摩托化部队 这是一个连 他们其实不是有个叫战术营吗 战术营里面就一个摩托化的部队 然后这个就是坦克 就是快速的 然后有一个排的装甲步兵排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 包含是防空飞弹 或什么防炮或什么的 就是他要布炮装联合在一起 然后统一作战 但是为什么被见面 就讲了 因为他们通讯全部乱掉了 他们通讯出去 所以因为一个战摩托化部队 一撒出去的时候 我们以前是64旅 也是装甲的部队 一个旅出去 一个连出去 其实那撒的面积是很广的 那很广的呢 如果你不能通连 你不能通讯 你就变成是一一的被吃掉 所以这个摩托化部队 而且他们的操演 显然没有实战经验 出去之后 他们彼此之间的连通 通勤 然后包含防卫 你会看到的时候 刚刚所长也讲 那是太不可能的状况 前面要有人去扫荡 后面要去回报 一步一步的跟上去 所以他们现在连连长都被歼灭了 那代表的是 这个摩托化部队 他们要改变这个军队 学着波万战争 这是不行的 那我为什么讲说 这样一个部队 我相信现在其实最紧张的 就是中南海的军委会 因为他们朱日和 就是学这一套 他们的部队 每次在威胁我们 就是说要来到台湾 万箭齐发 万弹齐发 他们的摩托化部队 一进到台湾之后 用洞七五 送了部队之后 从关渡平原 一上来之后就攻进台北 看到这样部队 如果以你们这样一个 你们的老大哥学这一招 学不起来 你就完蛋了 那美国呢 美国厉害的是什么 其实美国的科技真的很强 所以美国的我们看到标枪刺针 上面的资讯的通联 关键在于资讯战 在于眼睛 所以现在摩托化部队被打掉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陷入无理无中 但是乌克兰呢 他们的网路 他们的手机在认知作战上 所以中共也不要想说 什么认知作战 人家会比你更会玩 他就给全世界看到 全世界发现说 过去北约为什么那么怕他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 他攻入柏林的时候 那种杀伐 然后那种杀戮 所以北约是害怕的 那现在北约才发现说 原来你是紫老虎 我不应该叫紫熊 原来你是紫熊 根本不堪一击 所以认知作战上 他吃亏了 在集体的中央的一个控制的 一个资讯上 网路通联上 他也不行 也是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而且透过他们的反认真作战 给全世界知道 因为本来的时候 你看 本来的时候 连美国都认为 七十二小时基辅会被拿下来 所以安排成伦司机 你到那个立维夫那边去 北约也认为说 你会拿下来 所以你看德国 那个法国都有一些遮遮掩掩掩的 但是大家看到 抵抗意志的时候 那是感动了全世界 其实国民党是最奇怪的 今天没有国民党的代表 国民党当初 全世界也放弃你了 就是古龄头 你敢打 美国才来了 但是没想到现在国民党 最没有抵抗意志 然后其实那个吴思怀 就实在是 包含连南韩 连呼吸都在挑衷中国 对这实在是 我是觉得国民党 你能够活下来 你知道是因为当时司徒雷登 都在南京不来 就是因为古龄头敢打 所以抵抗意志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单兵作战 什么东西 我们不能只靠这个大军团 你看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大军团还留着最后决战 可是我的单兵的作战意志 就是一种反抗抵抗 那是抵抗意志 和乌克兰士兵展开这面对战 这些人在这城市 抵抗东西 然后可能抵抗下 目标是完全固定 俄军距离基辅越来越近 从先前画面就能看见 俄军坦克好好荡荡从东郊推进 毕竟普兵最大目标就是拿下基辅 外界也猜测俄军会先将基辅孤立 再从外部推翻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军队原本靠开挖壕沟 加上炸毁部分通往基辅桥梁等战术 护使俄军推进时必须走走停停 从卫星照就能看见 原本回军西进的俄军车队 已经连延64公里 但相隔十多天 俄军车队最新影像被捕捉到 几乎全被打散 不过美国官方就表示 俄军是在重新部署进入开火位置 美方表示普丁下一步将进入巷战 采取武车战术 也就是断水断电等慢慢包围基辅 现在俄国大军也已经进交 俄乌战是否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大决战 全球都在高度关注 先来看一下开战第十六天 俄军进逼基辅 现在有哪些新的战况 马力波是最惨烈的 已经断水断凉了 甚至连医院都在攻打之中 那个医院在市中心 对 复幼医院 对 那是在市中心 俄罗斯的军队 对 好 有一个实验性的核反应炉 这个研究机构遭俄军轰炸 刚刚跟你讲到 这是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俄军的战车重队在基辅周围城镇 慢慢的在集结之中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他们这个行径当中被人家当火把打了 但是俄军的这个路线 已经被观察到说 绵延六十四公里的车队二十四小时 已经向那基辅推进了四点八公里了 有美国国外部关于说 今晚恐怕会爆发决战 有可能吗 廷辉 这个我们对普丁的认识可能还是不太够 因为对我们来讲 其实俄罗斯还是算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度 那对普丁来说 因为你知道 如果说他自己知道自己犯错 他第一个 他不可能做总统总理做那么久 做了二十二年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错的话 他不会二零一四年去攻打克里米亚 第三个他如果不是错的话 他不会今天发动对乌克兰战争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都很多人都评估说 他对俄国乌克兰不会动手 但是现在还是真的是动手 连包含乌克兰人都自己认为说 俄罗斯不会动手 那你这时候怎么办 你会看到普丁的逻辑思维 完全是跟人家不一样 那什么意思 就之前匈牙利的那个总统也讲过 就是说普丁做事情 完全没有逻辑性可言 你要劝他也没有用 所以像包含说 他现在fire掉这些八个僵巨也好 或怎么样 其实都是在替自己的错误 来找一个所谓的替死鬼而已 事实上本身来讲 他不可能承认他自己错 因为所有的作战计划 全部都他自己拟定了 那你今天第一波打不下来 结果你没想到说乌克兰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民族的这种抗 抗拒性那么强 那他拿不下来的时候 他怎么办 刚刚沈老师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当然攻击方跟防卫方 但是其实在普丁的脑袋 他不会说 全世界美国也用过核子武器 为什么不能用核子武器 美国丢到广岛的那两颗什么东西 丢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 是什么东西 所以对普丁来讲的话 他不择手段的会达到他的目的 这其实才是他所谓的 那现在刚好遇到这些事情 是慢慢的攻慢慢的攻 的确他闪电站打不下来 他现在进入一个持久战 那现在问题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已经下来了 问题这个经济制裁下来之后 谁能够解除这个经济制裁 只有一个人 那叫做拜登 不是侧脸司机 所以他今天你看到 所有的谈判都是无效的 今天不管是哪个谈判代表 但白俄罗斯 然后今天土耳其 这个弄一个这个平台 然后让这个两国的外长在那边谈 都是一个过戏 都是一个过场而已 真的真的要谈的 其实普丁是要逼拜登 你就给我出来 你就给我们两个来校正 来来谈谈看 那今天说真的 普丁有什么办法 把拜登叫出来 核子武器 或者是生物武器 或者化学武器 唯一只有动用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才有把拜登逼上谈判桌 你现在欧洲国家会不会叫 就是马克宏会在那边讲 都是因为很害怕说 这个你真的去用核子武器 我今天告诉你说我北约有核子武器 其实他那个概念就是在校正 但是在校正的情况之下 普丁现在在犹豫说 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还不到那种程度 要用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 你要嘛 他他其实两个结果 就是泽列斯基逃亡 然后魁联政府成立 然后乌克兰既然是魁联政府在当政 就不可能加入北约了 乌冬割给这个俄罗斯 克里米亚承认 他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权地位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后面还有那么一连串的经济制裁 所有的经济制裁的签署 全部都要经由拜登同意 那这拜登不出来怎么办 那俄罗斯都一直下去吗 那这危及到什么事情 危及到普丁政权的这个垮台 那当然没有错 对美国来讲的话 普丁政权垮台 就是美国所要的 但是问题是对普丁来讲 他背水一战 最后你把他逼到墙角之后 他能怎么做 他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现在就是没有人去真的去思考 到底普丁 他心里在想什么 而这个时候 你看到当他把旁边的一些 应该是这么讲 美国人所熟悉的俄罗斯的将军们 把他fire掉之后 换上一批是美国人 所不熟悉的将军的时候 你说这八个人是美国熟悉的 应该是美国熟悉 甚至于被撤反了 至少是台面上的 对 然后被撤反的 或者是甚至于说家产 说不定在美国都有这个账户 或者是资产的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是因为现在普丁开始隔离自己 把自己跟外界的这种讯息 把他隔离开来 那所以这种狂人 我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大家要特别小心的是 要看这个这一点 因为最后来讲的话 因为很多书里面都写到说 像普丁这种狂人来讲的话 只有什么 只有狂人才能制止他 谁 川普吧 因为川普说如果我再会的话 普丁就不会打了 这不就是 为什么因为普丁 不知道这个小笑人 所以普里面讲说 只有习近平可以制止普丁 现在全是美国的媒体都在讲说 只有习近平才能制止普丁 这其实是挖坑给习近平跳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国际政治还蛮好玩的 但是问题是 涉及到战争一发生来讲的话 死伤平民百姓真的就不好玩 所以你觉得他的目标 就是跟拜登谈 解除西方的制裁 对 因为现在这场战事来讲的话 他要结束掉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泽伦斯基逃亡 或是泽伦斯基下台 那问题是泽伦斯基他现在一直振在那边的时候 这个在目前的美国 或者是西方国家来看来来讲的话 还没有损及到美国 以及西方国家的利益 当如果当核子武器一拿出来用的时候 或者是生物武器拿出来用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这个欧洲国家会皮皮刺 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有一些 另外一些一波的这个谈判出现 你觉得什么关键点 会让西方国家协助 泽伦斯基逃亡 呃就是说真的有小规模在某个地区 动用到化学武器了 这时候西方国家可能会开始跟泽伦斯基谈说 你看要不要先离开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西方国家是把泽伦斯基推在前面 是的 没错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其实你看昨天 在况不利的时候就让他先走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弹来 可是有可能让 前提要件是说 他所做的 俄罗斯所做的事情 是危及到欧洲跟美国的利益的时候 这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有个状况就是普丁对他来讲 基辅一定要拿下来 是在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过去的时候 他不是伊斯坎德尔吗 那就匹德大帝飞弹 他过去是放在北欧 是威胁北约的 但是昨天已经看到是 已经有好几台车 拉到了白俄罗斯 距离那个六十四公里的长征 只剩一点八公里 那射程是五百 那里面是可以做 轻型的战术核武 或是他又把那个 过去在车城第二次战争 把那个车城的葛罗黎之 那个首都整个抹灭掉的 就是用真空弹或是火箭弹 铝热剂 整个城市免掉的 投十万大量的部队 正在往那边集结 所以普丁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摧毁基辅 摧毁基辅之后 他就可以在队内 宣称他战争了 那至于后面乌克兰 跟他像那个什么车城 克里米亚 跟他几十年的对抗 那他不管了 他是可能要做到这些 可是动到这件事情 问题是基辅是个大臣 你能不能这样动到 所以那个东西的 战争的损靠是非常大的 西方国家会让 俄罗斯拿下基辅吗 当然这不是希望不希望 应该是说 看俄罗斯整个作战的进展 还有基辅他这个城市战 他的坚强的程度 那刚刚阿弥娜有提到说 泽伦斯基什么时候离开基辅 我们知道说美国跟英国的空中特勤队 他其实大概有一两百人 他已经做好了 必要说保护泽伦斯基撤退的准备 但是这个撤退 如果说直接基辅 然后到西方某个国家 我想整个乌克兰的防御体系 跟抵抗体系就整个就瓦解了 可能会变成零散的这个城市的反抗军 但是如果泽伦斯是选择另外一个城市 譬如说叫利沃夫 靠近波兰那个地方 他就会吸引整个俄罗斯的军队 他必须占领基辅没有用 因为没有投降 所以必须从基辅 慢慢的往西方这个城市逐次的攻击 继续损耗俄罗斯的部队 所以这样的战略来讲会比较好 那当然为了保护他最后 如果利沃夫准备要沦陷 那他直接进入波兰 其实距离是非常短的 好 不过双方显然是杀红了眼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2月26号 还在2月底的时候 其实乌克兰说超过3500名 二军阵亡的时候 还有呼吁红石之会 把占领者的尸体带走 不要他们躺在乌克兰土地上 但是还要请红石之会处理 现在呛狠话了 乌克兰的司令姐姐讲 二军现在叫死尸遍地 全部拿去喂狗 不可能收尸的 他们会抗战到底 来 为什么这个心境会转变这么大 坦白说实在俄罗斯的这个军队 实在是做得太过分 当这个一边打一边坦的时候 那时候俄罗斯说 来我让出一条这个所谓的人道 人道的这个走廊 给大家通道 结果我给大家看这个新闻 这个都是真实的新闻 宋七尔三人逃生 就是有一家四口 他的这个老公留在乌克兰 继续跟俄罗斯拼斗 他的太太但带着两个小朋友走所谓的这个这个人道走廊 希望能够逃生离开这个战区 结果呢 老公留在乌克兰奋斗 这个跟俄罗斯这个作战 他没有死 反而是他的妻子跟他两个年幼的小孩竟然因为走这个所谓的人道走廊 结果竟然被俄军无情的轟炸 所以坦白讲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没有人道 那这俄罗斯天天每天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开放人道走廊 而且有很多的乌克兰人要求撤离到俄国 但是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而且一边在和谈 一边这个号称是停火 可是事实上持续在攻击 那大家知道现在乌克兰的南边这个马力波城市 可以说是这个断圆残壁 断水断电 尤其你知道这这几天 这个又是遇到这个酷寒的这个 这个天气 都是零下十度五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结果这个马力波这个地方断水断电之外 也没有暖气 大家知道这种天寒地冻的时候 没有暖气怎么办 结果呢 很多人知道怎么样 在外面饮用水变成要用手去熔冰 变血水 或者是在外面生火才有办法取暖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马力波的市长痛批说 你这种狂轰乱炸的行为 根本是种族屠杀 马力波一位议员 他讲得更直接 他说你这个根本是反人类罪 所以坦白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 所作所为已经是引起 不只是乌克兰人民的气氛 是全球公愤 更扯的是最近 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战争 你去打这个军事 这个基地 或者针对这个作战的相关的机构 你去轟炸 那没有办法 那就是作战嘛 但是你竟然一边讲停火 一边开轰 开轰还针对 马力波的这个傅幼医院 开轰 你看今天这个照片 引起全世界哗然 一位孕妇 从这个瓦力堆中被抬出来 这个孕妇就是在这一家妇幼医院里面被抬出来的 大家会想 你要去炸军事碉堡 去炸军事设施 我们没有意见 你好好的一家妇幼医院 你竟然狂轰乱炸到这种地步 请问还有人性吗 你想想看这位孕妇 他肚子里面小孩包括孕妇 这个被抬出来 全世界看到这样的画面 有多么的震惊 结果更扯的是 这个俄罗斯做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 他不但没有道歉 他竟然还做什么事情 俄罗斯竟然夺恶值 他诬陷说 这个孕妇 他其实是假扮的孕妇 他说这位孕妇是假扮孕妇 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他说这位孕妇 他自己有一个IG的账号 有五万多名粉丝 所以这个是假的 不是假的 他确实是一个美容部落客 他有一个IG账号 他确实有这个一个 很受欢迎的美容部落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账号在运作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这是真的 这也是真的 他真的从妇幼医院被轰炸 抬出来这也是真的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全世界觉得很难 很难接受 你做错事也就罢了 你不但不承认不认错 你还无止这位孕妇是假的 本来大家都唱衰 甚至要叫泽伦斯基去成立 就就离开基辅了 之前还有假新闻说他逃了 逃了对 可是现在你看 他一直撑下来 那你如果一直攻不下基辅的话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基辅当作是一个象征了 然后把泽伦斯基也当成头号战犯了 可是如果你一直攻不下来 那个士气会非常的低落 因为你把目标已经设在那个地方了 好那泽伦斯基再继续撑 再继续撑一个礼拜 我们下个礼拜大家看 基辅还在不在 如果基辅还在 泽伦斯基还在 那我觉得整个情势会更大变 变化会更大 就是因为就变成 所以你看 为什么现在 普丁已经不排除要跟 这个泽伦斯基要见面了 表示他态度也软化了 再这样下去 我不需要讲 俄罗斯内部的经济会撑不住 然后甚至民众上街头出现的时候 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 泽伦斯基真的变成人民英雄了 那在这个时刻 其实俄军的最前线 慢慢往基辅推进的时刻呢 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宣布了 战后重建乌克兰的计划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也宣布要重建 代表 第一 战后还有乌克兰 而不是战后乌克兰就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了 那就不用他重建了 至少不是由他来谈重建 是普丁来谈重建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战后还有乌克兰 乌克兰的国歌就是乌克兰永存 所以表示战后还有乌克兰 那战后如果还有乌克兰 当然是乌克兰 这个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成果 这个是鼓舞迷信士气最重要的方法 但是基辅这个地方 他吃亏在哪里 他离俄乌边界太近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他在这个乌克兰的腹地 可能相对来讲安全 但是他就是离这个俄罗斯太近了 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一定把这个基辅 作为这个最后的这个乌克兰抵抗的象征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 就是从基辅公国开始 在基辅开始成为一个城市的时候 现在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还是一个根本荒野一片 是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发展出去 然后才建立现在俄罗斯国家的基础 所以基辅这个地方对普丁来讲 具有政治跟历史的双重意义 这一定要拿下来 然后呢 泽伦斯基呢 他就面对说 如果基辅被拿下来之后 那当然这个撤退到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其他城市 当然是可行 但是问题是说 你基辅如果被拿走了 第一个 基辅的人民可能要倒霉 就像日本当年 这个中日战争攻破了南京 南京就被大屠杀 所以这就是要屈服你抵抗意志 所以这个基辅只要一轮陷 那乌克兰人民就惨了 这是他第一个基辅的关键 第二个 你撤退到其他城市 基辅这个首都就空出来了 很可能普丁就服出傀儡政权了 傀儡政权因为他是首都 傀儡政权就宣布说 就地成立临时政府 然后出来一个亲俄的人 然后宣布说你泽伦斯基这些人 违反乌克兰的法律战犯 内乱 这个其实以前日本就搞过 日本以前 这个南京被他拿去之后 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 中华民国政府 那是由汪精卫带领 所以那时候有两个中华民国 一个在南京 是汪精卫为首 一个是在重庆 以蒋中正为首 所以你这个基辅 一轮陷 纵使不会大屠杀 你这个正当性 随时有可能普丁 浮出一个新乌克兰政府 所以现在来讲基辅的关键 第一个是俄罗斯心理的象征 第二个是基辅只要一轮陷 跟其他城市不一样 因为他首都 他就立刻可以想办法 扶植出傀儡政权 这个可能性是很高 就好像这个乌东 这些地方 也是先这个 成立了这个傀儡政权 然后宣布独立 现在乌克兰这么大 当然一时 不可能让他并入俄罗斯 但是成立亲俄的政权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就这个 现在来讲 这个乌克兰 为什么看到正规军 好像这个行动不多 一方面当然是保持 有胜战力 后背保持战力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乌方也知道基辅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俄军全力攻基辅 那个时候乌克兰 全国的主力部队 不管是陆空 就是压在这里 就是要进行决战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 那个车队为什么都不动 也是在累积 这个将来决战的这些物资 因为现在天气很冷 需要很多的弹药 需要很多物资 他也是在那边累积物资 这个因为双方现在 这个都没有绝对的制空权 俄罗斯好一点 可是因为天气非常恶劣 也这个不能够充分的运用 所以这个决战 对俄罗斯来讲 拿下基辅他就赢 但是对乌克兰讲 这个决战 就是战不能决 俄国要打 我不能让他变成决定性的结果 这一点 如果所以现在这个 普丁就威胁说 为什么要用核武 很简单 你基辅如果坚决抵抗 我就一颗核武下去 因为乌克兰没有核武 那基辅是大都市 人口密集 对核武是很脆弱 这个都是他的 种种的心理战略 就是希望这个乌克兰人 最好赶快放弃抵抗 但是当然 因为这个军事上 刚才讲到 他一个连被歼灭 这个装甲连被歼灭 其实一个战车连 所长这边是专业 他不可能单独行动的 他一定是一个营 甚至是一个铝的一部分 那这个一个连被歼灭 代表那个铝大概被打差不多了 没有办法持续支援这个连 所以代表说乌军 他的这个作战的实力 不管是常规战 还是游击战 还有一定的实力 这个来讲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这个我们还可以持续的观察 我想请问一下廷辉 就是西方国家的底线 您刚分析说 不要让他用到化学武器 不要用到核武 他们可以让俄罗斯拿走基辅吗 西方国家其实现在都不相信 普丁以及他的政府人员讲的话 你看今天连那个拉夫罗夫 就是俄罗斯的外长 他说他们没有侵略乌克兰 他们他现在已经侵略 但是他讲说 我们没有侵略乌克兰 然后你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当初他在扶植这个叙利亚的 阿萨德政府 避免被美国所支持的民兵 把他推翻掉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就是使用化学武器 就残害了所有的这个 这个民兵 还有一般平民百姓 还有很多小孩子都被杀掉 当初也就是因为当时川普的女儿 这个一番卡 告诉川普说 那个俄罗斯都已经动用核子化学武器 去杀叙利亚的平民百姓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候这个川普才会告诉习近平说 我发射了57颗 战斧飞弹 去教训一下这个政府军 就是叙利亚政府军 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俄军在里面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 这战争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而在中东或者是在整个高加索地区 或者在整个俄罗斯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他们不是说人命不值钱 而是说他们长期以来 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度过的 那普丁来讲的话 我刚刚讲就是西方国家 他看到这个狂人 以前他就孤立他 很多欧洲会议来讲的话 普丁来参加 看都不看 然后或是怎么样 所以上一次不是有一个德国海军司令 因为讲错话下台 那一个 他就讲说我们其实要给普丁一个空间 大家要正视他 要要好好的对待他 这个类似马上被德国政府马上说你下台 所以我就说其实在欧洲来讲的话 其实有一股那种气氛 是不太对的 以前讲穿的就是有一种姑息主义存在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 他们看清楚普丁的真面目了 你就是个狂人 你就是个筷子手 没有你姑息的结果就是他会攻击掠地 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问题卡在这里 他们又在担心说北约的问题 会不会打出世界大战 或怎么样之类的 当然这个东西来讲的话还目前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还没有到那阶段 现在就是看能不能在这个之前 有人去把普丁制止下来 就说你不要去再想这些东西了 就说如果说常规作战 能够打打进基辅 能够把基辅拿下来 当然普丁接下来后面的事情就比较好处理了 今天问题是基辅一直拿不下来 情况之下 那个建设当时有了 普丁一定是干这种事情 他怎么对自己老百姓交代 然后内部来讲 反对他的势力越来越高张的时候 他又怎么去镇压这些 这些自己的老百姓 这个其实都是他内政外交的时候 都一直要去考量的事情 所以我会比较悲观一点 去看待这个事情 原因是因为今天不是数战数绝 今天是一个持久战的 其实这个持久战的话 就要悲观是哪几个部分的 悲观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拿不下来基辅 现在看到这个 你的角度好像觉得说 基辅被俄罗斯拿下来 事情比较快 比较快没事 这是很残酷的事情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件事情的话 所以你觉得西方国家也这么想吗 我不知道西方国家是不是想 他们是不是觉得德鲁斯基撑太久 但是如果说这个战事 一直延续下去 没有解决的话 那这战争就一直延续 一直每年都在看 你就看到油价起起伏伏 油价起伏就跟着他的那个 tempo在走而已 所以现在问题一直不解决的话 不然就是坐下来谈 但是问题是我刚刚提到的 所有谈判都是假的 今天谈判假的 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说我但是俄罗斯来讲 就是边打边谈 我不是真的是要跟你谈 因为拿不出 你看到谈判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共产党就最会边打边谈 他们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 所以边打边谈 所以你看到这个 对普丁来讲的话 他其实拿到台面上谈的那些 那些筹码那些东西 都不是在这交换的 所以你居然要很残酷的说 这一场战事 能够不拖 拖下去整个世界在消耗 包括能源也在消耗 国陈老师也讲到 就是让他们拿下基辅 就傀儡政府成立 就是傀儡 傀儡的傀儡政府成立 然后西方世界愿意让 傀儡的 那泽倫斯基流亡 也确保他人身安全 他到其他国家去 他不要死在乌克兰 那乌克兰就变成俄罗斯的了 那不算俄罗斯的 他是乌克兰是独立国 但是只是是一个 傀儡的独立国 是一个傀儡政府的独立国 所以等于西方国家目标 跟俄罗斯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变成说 为什么乌克兰人被牺牲的原因 你说破了 居然是这样子 否则你真的说真的 你就是直接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你直接让乌克兰上面有美军存在 你看俄罗斯敢不敢打 他绝对不敢打 这问题是现在没有 这种状况没有出现 现在状况是 折仑斯基都还没流亡 折仑斯基 大家没想到说 折仑斯基会走下来 你觉得西方国家什么时候 会让折仑斯基流亡 强强要把他载走也可能 但是就是说 你要解决这个事情 目前是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大国会玩大国的游戏 大国的有权利的人 会玩大国游戏 这是第一个 然后有人就靠着战争发大台 但是这次战争里面 大家完全会出乎大家意料是什么 第二个是全世界很多企业 然后有影响力的一般的人士 但是在社会上 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很多的企业 很多NGO 现在挺在乌克兰 第三个是乌克兰的表现 现在变成是西方国家 他们的算盘不敢随便打 是因为全世界的 自由世界的人民 挺在乌克兰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 有一些价值跟理想是在那边的时候 所以西方国家 如果他们从他们政治上的算计 他们可能有那样的算计 可是他们现在是骗人麻烦 而是说 因为他们这种算计 搞不好他们内部里面 就会面对到人民 还有NGO 还有企业的反感 所以这场战争才会拖在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是好一点是什么 在几天之前还讲说基辅 可是你要今天看到的是 今天乌克兰军队会公布第七十二旅 代表他的正规军 因为这段的时间里面 已经是空间换取时间 所以他们现在乌克兰军队 已经有个底气 跟你表现说 你要来基辅大决战 除非你的九十万大军 再征兵五十万 但是普丁不敢 因为他再征兵五十万 整个俄罗斯都变成真空 要打他的国家还很多 流亡政府的意思是说 因为国家沦陷 但是我要继续维持这个国家主权 你不得已到另外一个国家 成立一个政府 就跟达赖老妈一样 不是达赖老妈 譬如说法国的戴高乐 法国沦陷之后 戴高乐在英国有个流亡政府 他这个流亡政府 他继续指挥法国的地下军 或者反抗军 游击队继续做作战 有一天要反攻回法国 那如果西方国家 他的目的是成立流亡政府 他其实就是希望 乌克兰的军队继续抵抗 继续耗损俄罗斯 最好能够造成像 苏联占领阿富汗 最后国力衰退 最后崩溃类似的结果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 那个决策点 因为其实目前乌克兰军队 不管在东部的战线 北部的战线或基辅 其实还打得还不错 有可能还会继续损耗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部队 但是他们已经有做好 流亡政府这种方案 但是他的决心 就是要拖垮俄罗斯 这个非常可能 我觉得现在泽伦斯基 其实上刚刚说 欧洲国家怎么看 其实他们是越看 他觉得说 哇他的现在是越稳定 你看他到 他可以视讯到英国的 国会去演讲 或者这么大的影响 那怎么知道下礼拜会不会德国 会不会其他国家 越来越多国家 所以对欧洲国家 如果你撑得撑住了 对他们欧洲国家 亚历党也没什么不好 而且你象征了一个 民主自由的价值 来对抗出个普丁 所以现在的难题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在普丁上 他到底要再增加多少的军力 这其实是他麻烦 不是泽伦斯基麻烦 因为你真的进去之后 到底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乌克兰军队有主场优势 我里面的大楼林立 你俄军一进去 会不会被突击 会不会被阻击 不晓得 会不会死伤一大堆 那我更难脱手了 所以就变成说 他也不可以改进去 那你看现在他的那个前 这乌克兰的前总统 叫做亚努克维奇 他是亲俄的 他现在人其实就在俄罗斯 白俄罗斯 后来把他送到白俄罗斯 因为他更接近乌克兰 其实他们是想 如果基辅 这个被俄军攻陷的 这个亚努克维奇 立刻回到基辅 然后说我是总统 然后他变成是一个傀儡政权 然后把泽伦斯基 可能就抓起来 变成战犯 他们的想法是这 他们有在做准备 可是现在就是说 什么时候进去 要多少人进去 目前的军队够不够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 乌克兰 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大规模的兵团作战 没有啊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 坦克大会战 也没有啊 乌克兰到底保存了多少陆军 我觉得俄罗斯也不知道 如果仓处的进去 会不会刚好进入一个陷阱 不自知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僵持 但是僵持对谁有利 当然对泽伦斯基有利 他可以每天跟你搞直播 这么多国会 搞不好他过一阵子 去美国跟美国国会 参议院众议院 未来来一个演讲 可能又是万人空相 大家都在起立鼓掌 这个底气 当然泽伦斯基就高起来了 那普丁就是落下去了 全世界有这么多民主国家 他每天选一个就好了 搞不好我们立法院 也可以邀请他 跟他来一个这个直播 都有可能 那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那普丁就觉得 他越来越孤立了 而国际间对乌克兰的支持 越来越高 那我觉得 他就 这个就是一个心理战 这个心理战会影响到 大家主观 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泽伦斯基的安危 的确是现在的焦点 好 我们广告之后 再请国陈老师 好好地论述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共产党最擅长的 就是边打边谈 但是三次的会谈 完全都没有什么结果 俄罗斯外长现在讲了 普丁已经不排除要见 这个泽伦斯基了 现在的关键是 泽伦斯基能跟普丁见面吗 您刚讲到 泽伦斯基的安危 是这场战事的关键 他能跟普丁碰面吗 谈了又有什么结果 的确 普丁现在 跟泽伦斯基见面 这个泽伦斯基的安危 就很重要 如果说呢 这个像刚才所讲 如果说你现在 这个谈判的地点 是在俄罗斯 或白俄罗斯这些地方 这个万一这个普丁呢 耍音的 把泽伦斯基扣起来了 鸿门宴 那这个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 为什么呢 2010年的4月10号 当时还没有开战 还没有任何战争 波兰的总统 一行人搭乘专机 去俄罗斯访问 结果呢 飞机失事 波兰总统 还有他所随行的成员 政府高官96人 全部不幸罹难 在俄罗斯就挂掉了 这个现在来讲 波兰一直说 是不是俄罗斯 暗杀了他们 俄罗斯当然否认 那个时候还好好的 都有可能这样 那现在来讲 这个泽伦斯基 去跟普丁会谈 当然可能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耍音 把扣起来 这可能性当然不是那么高 但是也不能不可能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乱讲话 就说那泽伦斯基 其实是来投降的 来妥协的 甚至安排一个 泽伦斯基听普丁讯话 这种那当然就影响 乌克兰的民心士气 那泽伦斯基的话 就被曲解 就被扭曲 这点我认为 以现在传播科技的厉害 不是没有可能 就像这个上次美国这种大选 就很多什么欧巴马 讲什么话 就或是 那个是所谓 fake face 就是假的 就是完全是 这个制造的 当然之后可以澄清 但是初期 一定会造成那个混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俄罗斯 现在他的认知战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这有一个可能 就是普丁建了 泽伦斯基 然后谈判没有结果 那对普丁来讲 可能他也觉得没什么损失 那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这个他又可以散布小道消息 说 这个泽伦斯基建普丁 代表说是不是 私底下有什么案盘的协议 这点打击 泽伦斯基的威信 所以你觉得泽伦斯基 不应该再跟普丁 有会谈的准备了 这个要会 意义不大 我认为这个会谈 风险是非常高 特别是一个大国 对一个这个弱势国家 尤其是现在俄国 猛攻击辅 猛攻击辅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准备傀儡政权出现 这个傀儡政权出现之后 第一步傀儡政权一出来 俄国一定会先给 傀儡政权一点甜头 比如说我就立刻停载 让这个人民 不会立刻遭到 那个战争的痛苦 先帮傀儡政权 做一些信用出来 那之后傀儡政权 要怎么样 出卖乌克兰的利益 那就再说了 所以这叫什么 就让利 这个俄国 一定会想办法 先把傀儡政权弄出来 傀儡政权弄出来 再弄一些表面上的让利 那这个最后 傀儡政权就更加陷入 俄罗斯的陷阱之中 无法自拔 那傀儡政权要出现 第一个掌握基辅 第二个把泽伦斯基 开始弄掉 还是让他形象破产 还是让他流亡 总之就是 让他离开现在的地位 所以泽伦斯基 当然现在处境就相当的危险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抵抗的象征 所以现在来讲 刚才我们也提到 美国 英国 像刚才所长讲 你这美国 英国 很多特种部队在密切保护 折伦斯基 为什么密切保护 折伦斯基 第二个是保护他人身安全 第二个保护 不会说他说的话 还是这个言论 被俄罗斯扭曲 因为你美国 英国特种部队 保护折伦斯基 一定也让折伦斯基 出来讲话 网路这些 可以透过美国 英国的安全的管道 不会被俄罗斯变造 所以这个台湾 现在认知战 现在中共一直用什么内容农场 假讯息 散布什么 谁打疫苗死掉 诸如此类 我已经感觉我们的傀儡政权的负责人 是红袖柱了 这种 已经选好傀儡政府的特首 老实说大国打小国 整个把他并吞掉 一般比较少 像以前苏联去打阿富汗 也是傀儡政权 一定傀儡政权 这个对大国来讲好用 因为第一个 我可以不用背并吞他国的骂名 但是傀儡政权 以他们国家的人 去对付他们国家的人 这个相对来讲 是最好用 基本上乌克兰的状况 现在有可能像是第一次车程战争 他可能这一次他会挺得住 然后叶尔卿或普丁 经过几年之后会垮掉 因为还有经济制裁 但是另外一个 莫斯科是不能被相信 我中共最了解 1949年的时候 整个毛泽东和中文人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了 所以呢 中恩那个 史达林叫他们去祝寿 又12月去了以后还专列 去了以后呢 毛泽东和中文人来想说 我要跟史达林讲讲话 实际史达林把你们当成小老弟 然后后面怎么办 他不见得把你扣押 给你拖 拖到了第二年的2月27号 所以哲伦时期不能去 你去了以后 被你拖三个月 整个基辅就会乱 所以我相信哲伦时期很聪明 他绝对不会去 好 其实中国的角色也蛮微妙的 这个 有德国那个时代周报 直接发表评论了 习近平是普丁的帮凶 不采取行动 再不采取行动的话 会沦为野蛮战争的同盟 他直接说中国不仅是帮凶 恐怕是同谋者 中国现在处境蛮艰难的 我们来看VCR 中国的立场现在究竟是什么 很多的媒体现在已问这个中国官方 不断的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回答 这个中国人现在在乌克兰也相当对到不友善的一个对待 不论如何李克强再次强调中国叫做始终奉行独立外交政策 这个中国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他的外交部长外交部的发言人赵一坚 他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一直在这个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他连侵略两个字都不敢讲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入侵乌克兰 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整个中国官方的媒体 几乎都在附和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一些所谓的错假讯息 我举例来讲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轮斯基已经逃亡了 中国官方竟然不断的这个跟着这个讯息 另外一个讯息是乌克兰说 说乌克兰有研发出这个生化武器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意思就是说好像研发生化武器 而且可能使用 所以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名目要去怎么样 要去这个出师有名 要去压制这样的情况 全世界都知道这是鬼扯淡 但是在中国的官方 中媒立刻转发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另外还有针对这个CNN 针对十四家中国官媒 最近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微博的贴文 他发现有三百多篇 超过转发超过一千次以上 几乎内容全部都是属于亲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好 那所以现在台湾民进党 有没有稍微轻松一点 因为中国的五毛 现在都在帮俄罗斯 你讲好像有道理 以前这些讯息农场都直接在进攻台湾的 现在必须要转发 可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你知道吗 因为太累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状况 真的非常好笑 这个昨天网友有看 就说这个针对这个乌俄战争 有很多的这个评论 结果他里面有一则这个评论 他忘记把后面这个瓜虎拿下来 他这个评论是说 普京没有滥杀无辜 他是和平之师 虽然付出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金歌 他叫普丁叫金歌 他说金歌为了世界和平而战 行为值得人尊重 我实在是念不太下去 就这样一下省略了 好 结果重点是瓜虎后面 每百条五十元 如果按战超过万的话 价格翻倍 他特别强调 这个瓜虎内的文字不要发 结果这个网军可能太累了 就像你讲的 现在一方面要对付台湾 一方面要对付这个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结果怎么办 对付乌克兰 结果他忘记把这个瓜虎拿掉 对付乌克兰 结果他忘记把这个瓜虎拿掉 所以我说这次 这个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跟中国 其实本来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兄弟之邦 但是透过这次的事情 坦白讲 可以说是航瀉一气 还花钱发 他们在网路洗白 我花钱洗白 这好兄弟才会做的事 这个就是CNN他做的这个报道 他特别有强调 他说不只大内宣 中美买脸书广告 买脸书广告 大家知道其实脸书广告不便宜 那包括在他们的这个微博里面 也都陆陆续续 替俄罗斯官方转发 哇这个转发超过三百多篇 被转发超过一千次的贴文 都跟乌克兰有关 其中近半数一百四十篇的贴文 但是因为这样一而再再三的传播 感觉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被中国的这个观点洗脑的 不只是一个 来看看洪秀柱最近怎么了 今天我们两岸的 最起码在共产跟民进党 我按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而言 我们他们那边的政府大法 这个都已经很不一样 最好我们认为说 我们认为 其实以台湾的立场 跟大陆的立场 两个地方就是一个中国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我们要很有耐心的 而且是要很真诚的 而不是刻意去污蔑 民进党选举是一个 民进党的话术所很行的 所以说民进党是会操作选举的 而且民进党是有很多手段的 然后台湾在民进党这样一连串 包括教育制度改变 尤其是年轻人 他认为体育是时尚的 是流行的 所以他有很多这种话术 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明明他是在害台湾走入绝境 结果呢 就是他的蛮股还那么高 就好像乌克兰 这个乌克兰这个总统嘛 是不是 你到底说他是愚蠢呢 还是聪明呢 所以他的所作所为 是在害乌克兰呢 还在救乌克兰呢 认为是他操纵了人心 所以才得到这么多万票 我当然认为 太小看台湾人了 我认为 817万票 就是817万不用脑筋的人 他直接说投蔡英文 是817万不用脑筋的人 害台湾走入绝境 就像乌克兰总统 他说这个国民党 拿不到明星 他们都把错怪到 民进党会选举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所以他接受 德国资深访问的时候 他怎么说 民进党很会选举跟话术 让年轻人以为 挺率是时尚是流行 明明他是在害台湾走入绝境 结果呢 他的满意度还那么高 好像乌克兰这个总统 是不是 老师 范老师 侯秀柱这样子 到底怎么一回事 而且最好笑的是 那个记者问他说 你觉得 因为他去见了汪洋 他说你觉得汪洋 也不了解台湾 他觉得汪洋 蛮了解台湾的 他说他会向我们 这种人来请教 拜托 请鬼拿药单 难怪中国对台的 这个政策一直挫败 如果你汪洋 你找侯秀柱问他 台湾的状况 那怎么会准呢 侯秀柱真的太脱节 对啊 而且我跟你讲 误判就是这样子 黄学柱一定跟汪洋讲 哎呀台湾的军队不能打 完全没有战力 你们赶快派军队来吧 搞不好真的就会出现 误判的情势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他竟然认为 泽连斯基现在是一个 好像泽连斯基变成世界公敌 他嘲笑说 蔡英文跟泽连斯基 你看现在把乌克兰变成战火连天 可是现在国际上 是把泽连斯基当成英雄 他的小宇 这种认为泽连斯基 是个 泽连斯基 是让普丁生气 所以普丁才才要派军队来教训 这个乌克兰 他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他跟中国的想法一样啊 普丁是正义之师 普丁打乌克兰是打对了 泽连斯基要 一百个赞的话价格加倍 可是问题是你的想法 跟现在欧洲 美国 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想法 还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我只能说 他说民进党很会选举 很会用话术 我觉得他老是这一套 他怎么进步啦 那你要考进去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不行 然后他说国民党 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选举影响 你们要坚持你们的理念 什么理念 统一 要坚持下去 未来民众就会支持你们的 这什么 你问你 你现在如果没有选票 他在德国之声专法 所以我又讲到这一段 他用国民党要撑住 要坚持下去要努力 要撑住 要撑下去 把坚持你的理念 拉北心最后还是会回到国民党的 我太天真了